所以同学提的这个结果 这边问题 所以你们把那个问卷区区点去 以后的话就填 填到这个浏览器上面 把这个网址输入就可以了 Excel 只要不要打错 VBA FORM 那他就连到 这个网址 这个是我用Google的表单做出来的 里面其实填一些简单的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的一个 这个回复结果 可以看到 一个统计资料 第一个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班选择 进阶的 也就是你对Excel已经有一定能力 有一定的了解 大概三分之二 OK 所以理论上 刚好也比较符合 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上课的那个程度需求 因为我们这门课程是希望说 第一个你有一点点的 就是函数的了解 我们主要会把 可能都比较多的时间用在 教各位你应该知道函数 还有很多高阶的 或者是说可能重要的函数 但是你可能不会用 或者是说即便你会用 但是你用的方法不见得是正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 我们会再延伸到VBA 也就是说其实 解决Excel里面的问题 当然不是只有用函数 而且用函数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可能每次都要再做一遍 还要再下一次公式 那如果用VBA的话 很多时候是一劳永逸的 也就是你做一次之后 那他只要可以把那个按钮变出来 然后你把那个按钮按下去 其实你整天的工作也许 就几乎就完成 甚至报表就产生了 那 这个效益还有 有些事情 如果那个资料量的 资料的复杂度比较高的话 那用Excel的函数可能也做不出来 或者是即便做得出来 那个公式也是非常的冗长 甚至需要用到那个什么 阵列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那个阵列 在那个Excel函数里面 公式里面是可以下所谓的阵列 阵列就大刮户 但那个大刮户不能自己打 要用Ctrl、Shift、加Enter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没有 没有没有办 那 其实他可以做很复杂 只是说 我不建议你在Excel公式这样做 为什么因为他在一行程式 一行的公式里面 要把所有的罗级统统放在一行里面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倒不如用VBA来撰写 有时候反而会变得比较 单纯 而且变得甚至程式变得比较简单 至于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会按部就班 但我不会说一下子 讲得非常困难 你们听不懂 跟不上 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 反正你就按照我的这个step 然后我们就有系统的一步一步来 但是前提可能就是希望各位回去一定要练习 OK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像这种程式东西 你要会写就是主要是你 要第一个要熟练 第二个要正确 然后第三个可能要快速 那以后这专业就有办法 这样 不然的话很多人想要写 但是 第一个不熟不知道怎么写 然后想半天 不过当然也不可能说马上 只是说你可能需要一个一个阶段 也许我们这一期课程你就尽量 每 每天有时间的话你就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时间 然后就练习 我想应该 在这个学习结束你会慢慢会有比较有感觉 OK 那这个大家要看每个人程度支持不同 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以我来看 大部分你只要愿意 同学的那个 成果其实还蛮不错的 慢慢慢慢 看到同学就是 会比较工作上有效 又有效率了然后呢 就是工作上表现让那个老板觉得 慢慢有刮目相看的感觉 他就很有信心 然后越来越有提升 然后他效率提高之后 他的时间也变多 变多之后他会有更多时间再去学习 那再学习的话 他的功力又提升了 又提升了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提升得很快 相对的 他的薪资也成了还蛮快 像前几期的同学说 老师我 他好像上了几年之后 他跟我讲说 他现在薪水已经是以前的两倍 OK 我说真的他是自己跟我讲的 OK 那当然啦 实质上面是有一定的回馈 OK 这也我觉得也是一种 因为你说学这要干嘛 如果你学了之后用不到的话 那说真的其实还蛮浪费时间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同学 想要学什么 这前面的高阶的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 有关制定函数 这个都会讲到 OK 那另外比较后面的部分呢 可能会 难度又会更高 OK 所以 可能我们会循序渐进的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 基本上VBA这门课还是属于入门 所以不会说一下跳很大量的工作表 通常还是会先从单一工作表 慢慢再 也延伸到可能两个工作表吧 然后慢慢多个工作表 否则的话 你可能一个工作表就无法负荷的话 那更不要说多个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可以 其实它的原理原则都一样 甚至你不一定是只有底下那个工作表 甚至你工作部 比如说Exail档案 比如说你 假设说你要输出报表 那报表的话是很多很多的Exail档案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啊 你输出就存一个档 输出存一个档 他也可以 OK 甚至你要把多个档变一个档 合并 也可以 分割可不可以 比如说你一个档 里面的工作表全部都把它分开了 1到12个月 每一个月存一个档 那以前的话你变成要涂发链钢嘛 可是如果你会VBA的话 那你一下子瞬间就帮你存好 所以这个其实花样是可以非常非常多的 只是说呢 每个人 就要看你的功力 慢慢去做更多的事情 OK 所以底下这边 还有跟资料库连结大家有点兴趣 然后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单纯只是为了想要学习 这个概念还蛮好 另外 因为有趋势 这些 OK 好 那其他的话为什么要知道 推动网站上面 朋友推荐的 两层 公司有安排 OK 网络广告的联系 OK 好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有留mail的话 我会 帮各位 把那个今天上课的影片 就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如果你有留mail的话 另外的话 之后的影片 请自行再加入到论坛 那这个论坛的话是不公开的 就是只有上这个课的同学可以加进来 好处说 我一样会把 上课的那个影片连结贴到论坛 自动会转信到各位的信箱 OK 论坛的连结就在这边 这个教学论坛 OK所以 之后如果你还想要收到之后的影片的话 那你请自行再从这边去加入 加的方法是 申请Google账号 二 点这个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告诉我说 你的学号 OK 如果没有学号你至少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吧 然后呢 我会 就是同意你加进来之后 那你以后就会一样 反正你上完课我会把影片 丢到YouTube YouTube应该 会看吧 OK 然后呢 会弄一个清单 你只要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可能10段影片 你就从头到尾 把它看完 或者是说你可能不熟的问题 你可以跳着看 甚至呢 你可以跳到你不熟的部分反复看吧 都可以 OK 我觉得这个方法的话应该没有 说学不会了 剩下就是说呢 你可能要把时间留下来 回去的话呢 可能要多 一些时间来做练习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上课的这个档案 在这个 这个连结 OK 你就把这个连结记一下 那进到里面的话呢 有哪些重点 今天至少 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 帮我下载这个 范例档 那范例档案的话呢 就把它 你几个方法 点开来可以 这边有个下载 或什么反正这边 或按右键好像也可以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它因为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 请各位呢 就是在把这个压缩档 我把它在资料 夹中显示好了 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解压缩全部 解压缩全部 这个 点开来也可以 这也可以 不过它是压缩档 我是建议你按右键去解压缩它 解出来 解到哪里呢 放在桌面好了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你自己再 把它丢到你的随身碟好了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桌面就会有个范例档 那这个范例档案里面的话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基本上这八字上课就 把它划分成 这个五个大的单元 OK 那会按照顺序 第一个就是文字与资料 函数 第二个就是逻辑 日期时间 数学 跟统计 第五个的话就是 检视与参照 大概就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底下还有其他的 范例 OK 那我强调就是识做了 OK 那至于理论部分 我会提一些参考书 请各位自己再去阅读吧 因为看都看得懂 但不一定做得出来 很多同学自己买书回去看 看半天之后 还是写不出来 还是不知道该从哪边开始做 所以我这门课强调的是 我教你做 OK 而且保证做得出来 而且真的可以用 OK 我不是说讲理论 理论跟实物是 不一样的 OK 我强调的是实作 因为我发现 好像讲太空理论 其实 对各位帮助不大 反而是说 真的可以 实际上 做完了 然后你也会了 才是比较重要 另外的话 我写VBA的 或者是我解决的方法 真的 每 每一个老师或者每一本都不一样 所以 我自己有我自己一套 方法 但你也可以参考 别本书讲的东西 只是说 两边互相可以参照 只是说我习惯的方法会跟各位讲为什么这样子做 因为其实大家 每个人有每个人写作的风格 所以待会请各位就是帮我 下载这一个 第2个连接这里 OK 然后 范例档 另外的话将来讲义在哪里 有两个地方 一个讲义这里 这个PDF档 这个可以打开 这个可以下载 初阶讲义 不过这个初阶讲义 跟另外有个地方的讲义 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什么 你会看到 除了讲义之外 还有个云端白板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两个也都算我的讲义 只是说这个讲义是之前 可能前几期就做好了 因为不可能每一期每一期都update 时间 所以我会把 相关的解答 其实这里是讲义 放在 每一个资料下 所以刚刚可以看到我们五个单元 五个单元里面的五个 每一个答案都会在这里 所以你 只要看到蓝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解答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就包含就是说我们会用到的像公式 像Excel VBA里面的程式 都会在这边 可以看到答案 你只要我里面有范例档就会有个答案就对了 给参考答案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就是 把这些先 了解一下 这个环境 第1个也许先下载翻例档 然后第2个也许看需不需要讲义 这个讲义的话 它是一个PDF档 如果你有需要 你就自己列印 像有些同学习惯用纸本的话 那你可以再考虑自己再把它列印出来 也OK 然后 云端白板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我再针对这门课程 的课程内容规划 做一个说明 那说明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 进入到我们课程的第1个单元 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OK 所以请各位大概 先了解一下 云端上面有的东西 并且先下载翻例档 那之后的话 因为云端资源 跟我们上课 再去我们一起翻来一下 OK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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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